各选好 下面我们来讲第25章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好 这一章我们关注的问题 最最主要的问题 就第一个调整事项的快处理 这个调整事项的快处理 因为在这两年的祝开考试当中 都出现过调整事项了 调整事项四大类 前三个格式固定 那么第四个呢 差错更正就是 第二个 所以小题掌握 调整事项与非调整事项的判断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单项选择第一题 奖公司23年财务报告 于24年2月15日编制完成 所得税汇算清缴 24年3月25日完成 注册是完成审计及签署 审计报告日期是24年4月5日 经董事会批准 对报出日期4月15日 财务报实际对报出日是4月20日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4月23日 好 24年3月29日 因产品质量的原因 那有批货被退回 去年销售商品被退回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说怎么办 下列商品被退回来的正确处理 那么第一要先看好时间啊 财务报批准报出日期4月15日 是4月15日 那么是一个实际报出日期4月20日 4月20号 那么股东大会召开日期4月23日 那么后面日期我觉得看好了是3月29号 3月29号 3月29号退回来 那么这个日期是不是在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前呀 是吧 之前的话是不是要充报告年度的收入啊 所以充点上年23年的营业收入等相关项目 这对吗 那么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充点23年财务报告啊 这一个问题 调解23年营业所得税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还有什么问题呢 要看一下所得税汇算清剿什么时间 所得税汇算清剿时间3月25日 这是3月29日 所以在所得税汇算清剿之后了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这应该调24年营业税金 这个不是差错更正 第一 在23年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 充点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项目上年的数据 这也不对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A 所以选择A 报告年度及以前年度销商品 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之间发生退货的 充点报告年度的会计报表的相关项目的数字 所以想必那么汇算清剿完之后不能调上年的营业税金 应该调本年的营业所得税了 好 23年9月份既已开始筹划的其合并交易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了 那么这个事项需要追溯吗 不需要追溯 这个应该严格说来应该是非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 所以这个不可以 4月15日发现了4月15日 这是4月10日 这是4月15日发现了一项重要交易的快处理 没有充分考虑当时情况导致虚增了上年的利润 那么这个内容应该调的是哪年报表 调的是日后事项差错 还是非日后事项差错 非日后 因为4月15日 4月少曹报报出去了 所以这个内容应该作为非日后事项调整上年的报表 非日后事项调整上年报表 所以这个不能调23年报表 调到24年报表 调24年报表 年初数 听懂了吗 差这块调23年报表 所以这个不是调到23年 调到24年报表的年初数 所以这个也不对 这个不对 那么再来看C 3月12日 某项23年资产负债表已存在的未决诉讼 由于出现了新的司法解释 甲公司实际支付赔款金额 大于原来确认金额 3月12日 在曹务报批准报出之前 那么这个内容应该作为调整事项调回到报告年度中去 第4月9号 因客户所在地发生自然灾害 发生重大损 日后着火 日后地震了 日后遭受洪水等等等等 这些内容都是属于非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C 好 选下A和D 相关事实表明相关情况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并不存在 那么完全日后才发生的 所以水非调整事项 不能调整报告年度报表 选择B 由于23年财务报告已经报出 不能调23年报表了 好 那么只有C写项才是 好 第三题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期间发生下列事项中 属于调整事项的是A 报告年度购物并作为交易性兼容资产 核算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期间 大幅度下跌 大幅度下跌 那么这个应该是和调整事项有关吗 没关系 和调整上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么B 已经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 暂估入账的固定财 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期间 竣工决算了 实际成本和暂估的金额不一样 这个是作为调整事项 调回到报告年度中去 所以取得另一公司75% 那么这是属于非调整 亏率变动非调整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B 所以ACD都是属于 本年新发生的事项 在资产负债表日期之前 根本不存在 日后却发生 属于非调整 披露一下就可以了 好 第四题 现有关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说法中正确的有 除以谨慎性要求考虑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仅止资产负债表日制 财务报告批准报处之间 发生的不利事项错了 既包括有利又包括不利 同等对待 B 涉及损益的调整事项 发生在报告年度 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的 应调整报告年度的 应纳税所得错了 调整本年的 不能调上年的了 C 且应该在报表复诸中 披露每项重要的资产负债表 日后的非调整事项 对 非调整事项是披露的 调整不披露 包括性质内容等 这个正确吗 这个正确 D 草报批准报出日 是指董事会或类似机构 实际对外公布日期 不是 是指批准日期 批准日期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C 所以选项A 自然负债表日后事项 是指自然负债表日 至草务报告批准报处 直接发生的 既包括有利又包括不利 同等对待 选项B 设计损意的调整事项 发生在报告年度 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的 就不能再调报告年度 只能调本年的了 好 那么最后 最后这个一定指的是什么 是批准批准日期 不是实际报送日期 好 答案选择C 第五题 A公司适应的所得税25% 23年财务报告批准报处日期 是24年4月30 23年所得税汇算清缴 是24年4月30号完成 好 A公司24年1月号 至4月30号 发生事项如下 一 24年2月10日 支付了上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费40万 这个既不是调整也不是非调整 是于当期正常事项 二 24年2月15日 遭受水灾 上年购物存货 发生了回损 这个是为什么 非调整事项 三 三 24年3月15日 董事会提出 二三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这水非调整 四 24年4月份 公司存在一个历史半年的违约诉诉中 败诉了 需要支付赔款 那么这个才属于调整 这水调整 那么支付赔款500万 那么去年确认520 少支付200万 好 5 24年4月20日 产品质量问题 上年销售商品被退回来了 这水调整 这水调整 问 属于A公司资产负债表 日后调整事项有 支付23年审计费 这属于当期正常事项 遭受水灾 这个内容是属于什么 属于非调整事项 利润分配方案 属于非调整 只有这个法院判决 这个才属于调整事项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D 好 再看第六个 资料同上下列 关于A公司 对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快处理中 正确的有 A 因产品退回 充建上年度的 利润表中的收入500万 没错 500万 同时充营业成本400万 正确 那么充建当年的就错了 这个错了 这个错了 好再看C选一下 法院判决违约损失 违约损失这个内容 来看一下 那么是23年末 以确认520 以确认520 实际赔偿多少 实际赔偿500万 少赔20万 对吧 少赔20万 那么来看一下 法院判决这个损失 应在23年资产负债表 调整增加预计负债 那就错了 预计负债 再来一个充减的 所以一个充减 报告年度预计负债 520全部充干净 然后确认期单款是500万 充回原来点索的税资产 充回原来点索的税资产 520乘25% 所以这个C在这不对 下面这个是调整增加也不对 应该充回 应该充回的关系 充回充回点索的税资产是130 就520乘25% 所以这个C和D都不对 所以答案只有选择A正确 好第七题 B公司23年产负报告批准报处是24年4月30 24年1月号至4月30号发生下列想 1.B公司23年10月份与乙公司签订购货合同 由于B公司未按合同发货致使对方造成损失了 B公司被乙公司起诉了到23年末还没判呢 B公司23年12月31日资产负贷表中确认了预计负债100万 24年3月5日判了赔多少赔120万 多赔了20万 那么双方不再上诉赔款支付了 这是第一个资料 那么第二资料 B公司24年3月10日发现 23年略份一向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固定资 没有截转 忘了转了 应该从再建工程转为固定资 没转 再建工程成本一瞎 年限10年残值为零 按直线法提得救 那么这属于重大差错 3 24年4月20日 因产品质量原因 甲公司要求对23年去年销售商品 在价格上给52% 那么全部款项是预签 成本没关系 成本不需要去处理 B公司同意折让5%并办完手续了 充电报告年度收入 4 24年4月25日 B公司收到法院通知 那么丁公司起诉其侵犯丁公司专利权 要求赔偿5000万 B公司预计败诉可能性60 如果败诉赔偿金额3000万 至年末还没判到 好 那么现在问的是不正确的事 不正确一个来 好 我来看A选项 法院判决违约损失 应在23年资产负债表中 调整减少预计负债100万 我们先回顾一下资料 资料给放在这了 那么由于被告了 所以在去年确认了100万的预计负债 今年判赔多少赔100 赔100 赔100 所以在这时候我在资料负债表中 应该调整预计负债100 充预计负债正确 然后增加其单分120 因为120判决金额 那么应在23年利润表中 调整增加营业外支出20万 正确吗 正确都正确 调增 进以前年度水调整 就是那20 所以这个正确 大家看B 那么在建工程没有截转 没有截转给它截转过来吧 所以没有截转的固定赞 应在23年资产负债表中 调整增加固定赞金额1140 调增固定赞没问题 调增固定赞没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 然后呢 调增固定赞扣折就相当于是 然后呢调减再建工程 1200对的 同时在利润表中调增管理费60 为什么60 告诉我们就是 这1200万 这1200万要补提折就 年限是10年 年限10年 对吧 年限10年 6月份达到了半年折就 那么这除出来是一把 半年折就不60吗 所以这个是原值减掉 半年折就60 114 这个对管理费对的 所以AB都正确啊 好 我们来看C选项 销售折让 那么应在23年利润表中 调解营业收入50万 这个是正确的 然后呢 还要调解营业成本就错了 折让是不能充成本的 这没问题吧 好 再看这个D选项 我增加资料了啊 丁公司起诉B公司 侵犯商标权 那B公司确认预计负债吗 确认 因为我们在这第一 现实有 第二很可能 对吧 很可能 那么第三 金额知道吗 金额也能知道 所以应该确认吗 所以B公司 确认预计负债3000万 披露吗 还要披露 所以这个正确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的 就是C了 C不正确啊 好 再看一个去年考题 奖公司20年财务报告 于21年4月15日批准报出 下列属于甲公司资产负债表 日后调整事项的 A 21年3月份 经董事会审议 批准宣告分派的利润分派方案 这个利润分派方案 一定是属于什么 一定是属于非调整事项 B 21年3月份 着火了 日后着的火 日后着火 那么20年后库存商品损失金额达到30% 那么换句话来讲 是日后着火 并不影响报告年度财务状况 但这个事是重大披露 非调整 所以21年3月份 接到客友通知 要求其在 原20年开始建造的项目中增加一座仓库 这叫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 这属于当期正常事项 当期正常事项 所以不属于调整事项 第20年末对于公司应收账款 提了20%坏账准备 20年3月份 甲公司得知对方已经资不抵战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补提坏账 补提坏账不可能性极低了 要补提坏账 这个是属于调整事项的第二类 这个是属于调整事项 所以答案选择D 好 这是一个题目 好 到了为止 单选都讲完了 下面看多项选择 第一题 下列发生在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期间 属于调整事项 调整事项我归纳过 我讲义中讲的是四个 又增加了四个 一共八个对吧 那么来看一下 报告年度销售商品发生折让了 折让 冲减报告年度的时候 调整 法院就报告期未结诉诉 做出判决了 调整 发现以前年度重大差错调整 发行巨额债券 这属于什么 非调整事项 所以答案选择A比C 好 所以调整事项一定记住 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存在了 日后取得证据了 那么叫调整 非调整的是 资产负债表日期之前 不存在 日后发生了 好 第二题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23年草务报告批准报处日期 24年4月20日 23年所得税汇算清表 是4月30日完成的 甲公司23年12月31日 涉及一项未结诉诉 甲公司法律顾问认为 败诉可能性60 如果败诉赔偿金额是100万 甲公司实际确实预计负债 也正好100万 第二年3月14日 法院判决了 甲公司因支付赔款是140万 多了 看好了 多了一个40万 令支付诉讼费10万 甲公司不再上诉赔款支付了 然后告诉我们税法说实际发生是允许税前扣除 好 那么税前利润5000万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 好 A选项23年末确认营业外支出100万 借营业外支出100万 待预计负债 A正确 B23年末确认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 直接拿会计利润长25% 就是1250 那么同时这水可抵扣 可抵扣走地盐所得税赛 所以100万 长25% 那么这个是借记地盐所得税赛也正确 C24年3月14日 法院判决了 应通过以前年度水调整 调整上年营业外支出40万正确 管理费10万正确 D24年3月14日 法院作出判决 调整减少23年营业所得税 可地盐所得税各25万 那么肯定就不对了 这肯定不对了 所以来看 D实际赔偿进行150 税法规定 这150都让税前扣除了吗 可以了 所以150乘25% 37.5 这是调解营业所得税的 但转回电所得税资产是二所 转回啊 所以调解营业所得税37.5和电所得税资产 那么是二所不是一样的数字 所以ABC 再看第三题 某公司23年财务报告于24年4月20号批准爆出 23年3月份发现了上年末库存商品伎粮存在异常 经检查该批产品在23年末账面余额是610万 23年末预计售价是540万 预计销售费用相关费用是30 那么换句话来讲 应该计题不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我来看一下 账面余额是610万 可变先净值多少 可变先净值估计售价是540 然后减掉税费是30 那么这块金额是多少是510 账面是610 可变先净值510 所以这里面应该考虑提不提减值 提吗 好 当时由于疏忽了快运将预计售价物计为680 所以没有计题跌价准备 那么这属于差错更正对吧 差错更正怎么办 我们应该调整对吧 所以调检23年存货项目金额100 这不是我们讲600亿500亿 那么应该具体存货跌价准备 对吧 180 所以是调检 这个对了 同时确认地缘所得税账 确认税法不认 100成25% 所以AB正确了 所以调检23年存货项目 其实不对了 地缘所得税不对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A和B 所以在里面差额就100 差个100 翻路 来看一下 借记自然解决损失不能借了 改借以前 带存货 第一价准备100 同时确认地缘所得税赏 借地缘所得税赏 带以前25万 然后再把它转为分配 调一公计自己看 好 再来看第四题 A股贩公司23年财务报告 于24年2月10日批准爆出 那么A公司下列事项 必须在23年财务报表 复诸中披露的内容有 哪些需要披露 A 24年1月15日 公司处置其持股比例 51% 一子公司处置子公司 购买子公司 都属于非调整 非调整是需要披露的 B 24年1月20日 公司遭受水灾了 造成存货 非调整披露吗 披露 所以24年1月30日 发现上年 那么应记录 财务费用的借款利息 记录在建工程了 记录在建工程 这个是什么 这属于差错 差错 这个是调整事项 调整事项是不需要披露的 调整事项是不需要披露的 所以这个C选项 在这顺便说一下 那么C选项顺便说一下 日后适项期间 发现报告年度 非重要的差错 也应该作为调整事项 考过一次 非重要快差错 就是只考一次 所以这个水调整 调整应该是 已经调过报表 所以不需要披露 所以这个不需要披露 第24年2月1号 公司对外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 发行股票 都是属于非调整 所以需要披露 所以除了C选项以外 A B D都可以选 好 第五题 A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23年产务报告 批准爆出之前发生下列事项 一 24年1月3日 法院判决 终审判决 假公司 赔偿A公司损失200万 当日赔款已经支付了 那么23年末 已确认损失是160万 那么赔偿损失是200万 那么确认160万 少了4万 补一个40万 所以这有个40万 有个40万 调增40万 24年4月16日 收到购货方 因质量问题退货了 退货内容应该冲减 报告年度收入和成本 三 24年4月30日 假公司发生巨额亏损 这个巨额亏损的话 那么这是所谓非调整 发行债券非调整 发行股票非调整 资本供给转增资本非调整 在调整实际上只有低货电了 4 24年4月30日 发生台风造成损 日后 日后着火了 日后火灾了 日后什么 什么水灾了 什么等等 都属于非调整 5 24年4月30日 假公司获得进一步证据 表明23年已确认的信用减损 是需要调整 增加200万 这个是水调整了 水调整了 其他内容不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调整利润表中 本年意外支出 信用减损是等等 那么这个我们都需要计算计算 好 我们来看答案 答案选的AB 我们先来看一下过程 那么首先 在这个资料当中 1 3和5 这三个资料刚才说过了 这三个资料 那么属于调整事项 来看一下 选A 增加利润表中 本年意外支出 第一个资料 我们原来确认预计负债经购多少 原来确认预计负债经160 盼了赔多少 赔了一个200万 差个40万 所以调整 调整什么 调整的是以前年度的营业外支出 调整增加利润表中的本期经营外支出 40万 注意这是调整以前的 好 所以说我为什么老说借 营业外支出不能借了 改进以前 改进到绝点 好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再往前看一下 我再往前翻一下 再往前翻一下 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看好了 是23年财务报告 23年财务报告 那么这里面调的是23年报表 23年报表 23年报表 调的是23年报表的本期金额栏 本期金额栏 本期金额栏 这是正确的 正确的 所以问的是正确的 所以这是一个 好 接着看那个 所以这个借预外支出 不能借改进以前 实际调整的23年的利润表中 预外支出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五个资料 第五资料 那么坏账准备进一步增加一个200万 所以借以前年度 所以调整 调整的是23年利润表中的 本期金额栏 信用减值损失是200万 所以AB在这都正确了 AB都正确了 好 这是一个 那么现在再看C和D 那么C选项当中 我们得看一下 调整减少资产负债表 应交税费项目 金额多少 第一个资料 那么第一个资料 税法说了 这个200万都允许 税人扣除了 所以借应交税费 借应交税费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资料 消退回收入减成本 那么借应交税费 收入减成本 对吧 那么第三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税法不认 第三个资料税法不认 所以跨成20%是100万 所以C和D都不对 再看D 调整增加资产负债表 点索的税资产的项目 那么来看一下 第五个资料是调增 第五个资料调增 而第一个资料调减 所以这个200万成25% 那么第一个调减 调减是160 转回来了嘛 所以10万 所以AB正确 CD不正确 就是这道题 好 到此为止 那么多项选择我们讲完了 下面我们再看计算分析 甲公司使用的所得税率25% 23年产务报告批准报复日是24年4月30号 所得税汇算清缴是3月20号完成 好 其他资料自己看 那么下面给了若干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 第四个资料 好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编制相关的快捷分路 不考虑盈利供给调整 好吧 一 我们来看第一个资料 现在看第一个资料 念资料了 23年10月15日 A公司对甲公司提出诉讼 要求赔偿损失500万 甲公司的23年末 无法估计诉讼结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去年没走账 到了第二年 24年1月25日 法院判了 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多少 那么赔偿400万 还有一个诉讼费用15万 甲公司对此结果不服 并提出上诉 甲公司经咨询 法律顾问认为 上诉很可能推翻原判 赔偿金额不是400万 300万 诉讼费是5万 那么怎么办 补过来吧 这时候按照法律顾问的意见来走了 所以去年没走账 今年要走账了 借记 营业外支出不能借了 改借以前年度水调整300 按照法律顾问的意见300走账 借管理费不能借了 改借以前 待预计负债305 同时这305税法不认可 是实际发生实在认可 所以再看好了 借记地人所得税算 代以前305乘25% 76.25 然后再把它转到未分派利润 自己看 好 第二个资料 23年10月14日 B公司对甲公司提出诉讼 要求赔偿损失 到了23年末 甲公司估计败诉可能性80 那么最高赔偿金额300万 依据谨慎要求 甲公司确认了多少 确认了300万预计负债 那么在利润表中反一万支出了 好 日后事项期间诉讼案件 既不明确 甲公司聘请的专业律师 预计赔偿金额 只需要在210万到230万之间 对吧 那么上限加下限出二 而且可能性相同 那么财务报批准报出之间还没判 所以这是差错更正 差错更正 换句话来讲 上限加下限 210加上一个230 那么等于440万 440万应该赔偿金额 应该确认多少 220万 实际确认多少 300万 多确认多少 多确认了80万 冲掉不就完了吗 冲掉完了 所以代营业外支出不能代了 改代以前借预计负债80 同时转回地银所得税针 代地银所得税针 80x25 那么借以前 然后再把它转为分配自己看就可以了 这没有什么难度 好 第三 23年12月31日 C公司对甲公司专利权请权提出诉讼 我们估计败诉可能性60 如果败诉赔偿金额100万 甲公司实际确认负债也正好100万 第二年3月15日判了赔100亿 多赔了10万 怎么办 借预计负债100充掉 然后呢 那么这10万呢 借营业外支出不能借了 改借以前 代记其他应付款 即使钱赔了 也不能直接贷银行存款 我们说过了 日后事项涉及到货币资金的两个不能调 第一个不能调的是什么来着 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资金项不能调 第二个现金流量表不能调 怎么办呢 用金融负债科目过渡 所以代其他应付款 然后赶紧把钱赔出去 借其他应付款 代印象资款 这笔分路是属于 属于本年的业务 不需要调报告年度报表 同时 这个100亿税法都认好了 所以借营交税费代以前 110成25% 去年我们借了地银索的税资产了 今年给我转回来 代记地银索的税资产 借以前100成25 然后转位分配自己看 好 四 再接着看 D公司从A银行取得贷款 假公司为其担保本息和罚息总额的70% 到了二三年末 第一公司无力偿还借款被银行起诉了 我们成为第二被告 银行要求我们假公司以被担保单位 共同承担贷款的本息是1050 然后罚息是10万 罚息10万 即使到二三年末 诉讼还在审理当中 假公司估计承担担保责任可能性90% 且对方无力偿还 所以在去年年末 我们确认了预计负债742 确认742 二四年三月三少法院判决了 判决了赔偿 本息罚息的70% 那么不再上诉赔款支付了 赔款支付了 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 本息加罚息在这里的金额是1060 1060 得70% 得70%多少 我们算一算 0.7 0.7算算 那么是67是42 17得7 742 那么原来确认金额多少 原来确认金额也是742 正好 没差 没差 那怎么办呢 借预计负债742冲掉 待计转到金融负债中没差 然后直接把钱赔出去 可借其单款 带一行负款742 就这么简单 不涉及损益 好 思路点拨 所得税汇算清缴后 不再调整报告年度 应交所得税 所以事项四 即使发生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 也不需要调应交税金 那么因为债务担保形成损失 税法就不让扣 根本就不让扣 好 再来看第四题 综合题 奖公司资料如下 这个资料来看一下 其中有一个财务报告 批准报复数日期3月31号 3月31号 下面给了有关资料 1 2 3 4 5 6 好 6 这是一个 注册是在审计时对此事项提出疑问了 7 不考虑盈余供给所得税影响 也无需编制以前年度水调整转到流存生意中 这都简单了 都简单 所以一共是6个资料 来吧 好 1 根据资料1至资料5判断上书业务是否属于调整事项 如果属于调整便翻录 便翻录 好 那么调整上1 3 4 5属于调整 那个2不属于 2不属于 下面我们来看 资料1 下面来看一下 23年1月14日 甲公司收到乙公司退回的22年10月4日 从其购入商品 这不消退回吗 那么资料看一下 那么价款200万税26万成本185 对吧 钱没收到 所以怎么 充电报告年度收入 借主营业务收入不能借了 改借以前 借肖项税26 代应收 第二 商品入库 借记库存185 代主营业务成本不能带了 改代以前185 同时 在这头 应交所得税 地缘所得税 都不需要调了 就不用考虑了 第二个资料 属于非调整 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个资料 我们看一下 23年1月10日 发现了以下错误 差错 蒋公司二年十二一号 将其持有指定为供引价计量 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兼容资产 以1200万出售了 同时与购买方签订协议 协议约定 蒋公司二三年五一号 将此资产按照回购日 供引价值再回购回来 那么该项资产在出售时 账面价值800 其中成本600 供引价值变动200 蒋公司出售时 确认其他应付款了 确认其他应付款了 二年末 金融赚供引价1200 蒋公司确认了 相关的供引价变动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事情 它的分类是 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这第一第二个满足满足 终止券条件 那么签订回购息 回购价是固定的吗 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所以不是固定的 说明什么 风险报酬转移了 所以应该终止券吗 应该终止券 所以插座 跟我们来看一下 它确认了其他应付款 对吧 代其他方给我借掉 借记其他应付款 那么金额是一项 同时把账面价冲掉 满足终止券认条件 代其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成本是600 那么供引价值变动 这块也是600 上面有个600 上面赶紧接个600 那么差额调整什么 差额调的是留存收益 本题告诉我们 不调益工具 所以直接调什么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就可以了 四 再接着看 第四个资料 23年1月30日 法院判决假公司 赔偿对方损失680 诉讼费10万 那么一共是680 加10万690 双方均服从判决 款项已支付 好 那么该事项是产生什么 是22年12月20号 向法院提出诉讼 咨询法律过后 22年我们确认了 预计负债506 当时我们确认的金额是506 含了一个6万诉讼费 那么现在是690 现在690 怎么办呢 找差 找那差额 所以借银外支出不能进来 改进以前金额180 为什么180 是原来的500万减掉什么 减掉一个680 所以是180 所以这个是多少 是那个680 减掉原来的500 没问题吧 180 借记管理费不能借 改借一下 原来确认的这个是6万 那么现在10万 少了一个4万 借以前年度损计调整 调整管理费4万 同时把预计负债506充掉 代计期单款 那么是690 这个整个赔690 好 然后赶紧再支出去 借期单款 代一行存款690 没事没事 好 五 再接下来 那么 二年国庆节期间 甲公司针对一款 女士与容服务进行促销 促销约定 客户支付600元 即可获得60个积分 积分有效期 截止23年末 物客可凭60个积分 外加200块钱 可在甲公司三款 这个真知山中任选一件 这三个三款真知山售价 都是320 甲公司二年 一共卖了多少羽绒服 是2600件 收入积分的共计 156000个积分 预计交80%来兑换 好 那么甲公司确认了收入 确认收入 确认多少 确认了是 156万 这肯定不对了 这肯定不对了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合同负债 讲了一积分 还有合同负债 所以要把合同负债那部分 要给我减出来 所以按照供应价比例分配 按供应价比例分配就可以了 所以这条题呢 题目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600元 告诉我们600元 而且告诉一共卖多少件 总金额都有 所以关键的收入要分配就可以了 所以分路 充收入借以前年度 所以调整 带合同负债21.5 21.5怎么来的 我们看计算过程 好 我们来看解析 那么讲公司估计 积分单独售价是24.96 怎么来的 来看一下 一个积分多少钱 题目没告诉你 一个积分没告诉你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凭60个积分 外加200块钱 可以买一个真支品 这个真支品售价320 所以320块钱扣掉 那么200块钱 这200块钱是外加200块钱 那么真支山的售价320 好 那么这是什么 然后再去除以60个积分 这样可以算出什么 一个积分多少钱 一个积分多少钱 好 对吧 然后再接着乘以授予积分 一共授予了是156,000个积分 除一万变成万元 再乘以兑换率80% 所以积分单独售价24.96 这么出来的 再说遍 那么这道题告诉我们是 拿积分可以购买什么 这个真支山 但是外加200块钱 所以320减掉200块钱 除以60 因为告诉我们是可获得60个积分 60个积分 对吧 所以这一个积分多少钱有了 再长以156,000个积分 除一万变成万元 再长80 估计兑换率80 所以按照积分单独售价去翻派就可以了 所以商品的交易价格 积分交易价格对象是156万 156万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156 放后的可以 放后的可以 好 那么分母上 再看分母上 这个分母上是多少 分母上是156万 加上积分的 积分的是249,600 这都是圆了 这都是圆 然后对象是这个 对象这个是156万 分母上再除一万 变成万元 变成万元 算出134.48 再说遍第二种方法 那么是对象还是156万 156万 那么分母上是单独售价156万 加上积分的单独售价249,600 分子上是249,600 那么再乘这个对象 除一万 变成万元 算出21.52 所以积分的积分的这个交易价 21.52 这么来 21.52 往前看 往前看21.52 所以这21.52 从售中给减出来 放到合同负债中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道题 好 再看第二问 根据资料6 探断T公司快速处理 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 请说明正确的快速处理 答资料6快速处理 肯定不正确 下面来看一下 T公司为房地产开发 且对于一段时间的旅行的旅约业务 那么T公司按成本法来确定旅约进度 那么2月1号 T公司与丁公司签订一份住宅建造合同 由T公司在丁公司拥有的地块上 为丁公司建造住宅 合同总价款是3万万元 总价款3万万元 这有了 建造期两年丁公司开工时 预付30%的合同价款 好 那么3月1号开工 估计总成本 总成本是2万2千 好 二年丁公司实际发生成本是1万 实际发生成本是1万了 那么这个成本1万分路怎么做 还记得吗 借合同履约成本 好 由原材料价格上涨 那么T公司预计未完成合同将需要发生成本1万5 将发生成本1万5 以发生成本1万将要发生成本1万 那么这样预计总成本变成2万5 这个2万2没用了 好 接着看 那么T公司预计算进度确认了9千的收入 同时转了成本了 那么不对吧 不对了 我们看一下 对于一段时间的旅行旅义务 那么T公司按照成本法来确定旅进度 所以旅进度多少分子上 以发生成本1万 分母上 以发生成本1万 加上将要发生的1万5 那么算出了驴进度 算出驴进度 那么这个驴进度40% 所以二年应当确认收入经过多少 是3万 总的3万乘40%是多少 是1万2千 是1万2千 那么他确认收入多少 确认收入9千就不对了 9千不对了 那么这块说明一下就可以 说就完了 说就可以了 3 根据上述调整事项 计算调整处理 对甲公司二年资产负债表 留存收入的影响金额多少 那么一个来吧 从第一个资料找起 第一个资料 借以前 那么是200万 200万吧 所以这200万有了 负200 然后再往下走 带一个以前185 贷以前挣的 贷方是收益 再接着看 是第三个业务 那么贷的是利润分派600 再贷方加 再贷方加 好 再接着看 减掉180 减掉180 在这 营卖支出180 那么又减个4 在借方 减 借方减 好 再接着看 21.52 刚才说了 那收入了 21.52 好 算出379.48 那么 既调整增加留存收益 379.48 到此为止 那么这个题 我们讲完了 好 到此为止 我们这张讲完了 这张内容 最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调整事项4个 调整事项4个 回去 再去把基础版讲义看看 我基础版讲义中 调整事项 我归纳了几个 增加了几个 增加几个 增加了好 我既当4个 那么 非调整事项8个 我大概增加 起码两个要掌握的 两个要掌握的 一个持有待受 一个债务重组 要掌握的 那么基础版讲义 再看一下 因为这两年 在综合题或大题中 往往会出现一点 调整事项分路 所以大家要掌握 好 这张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